蕭妮 因為雖然知道這是私事 我想問一下 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點尷尬 應該是說 有一點浪費大家對這件事的關注 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畢竟這個社會上 還是有發生 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還是 因為這也是我個人感情的問題 所以就是希望說 大家還是把 就是關注到 社會議題上面這樣就好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談一下 這段感情 您的臉書上講的時候 有說得來不易 有說 我覺得每一段緣分都很珍貴跟特別 那既然如果都遇到了 那也正在相處的 這個過程 那就是要好好珍惜 爸爸媽 他就是覺得說 年輕人談感情這樣子 對 那 他們其實不太會過問 我的感情的狀況 對 沒有特別 就是 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 因為我早上 有公務在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遇到爸爸 對 對 所以你可能覺得這整件事情曝光 會覺得壓力也有點壓力上的大 其實 因為早上事情很多 那主要我在處理理上的事情 對 然後電話也很多 所以我們還沒有好好的 有時間可以講到這件事 對 所以你們應該前一天就知道這件事要被報 我們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對 對 那他對你好嗎 欸好 你如果是這麼多個合法方面大概說一下 嗯就是 一般相處這樣子 對 對 會害羞欸 我關心 這麼精靈概念 李正 講到那樣還是有點害羞 對 畢竟還是希望說大家還是關心在李正上面就好 對 謝謝 所以 你是說地緣關係嗎 對 其實我覺得沒有欸 因為緣分本來就很難講 對 那如果真的遇到 也許 就是也不一定說是很近 才可能遇到這樣 對 很難說 就沒有機會好好的可以聊這件事情 對 但是他今天好像有自己的事吧 對 難能夠自己就是沒有那麼依賴 依賴性沒有那麼重 你是說哪一方 男女國那間的依賴 對 因為都成年人 所以各自獨立應該是蠻正常 對 那今天有沒有寫到很多消息 就是老婆 就是老婆 有交男朋友然後心碎啦 之類的這種訊息 對對對 被別人 對因為畢竟早上還是在處理正事 所以還沒有認真有時間去看那些留言這樣 但就是謝謝大家關心 對 你會想跟廣大的粉絲講解話嗎 就是一樣很不好意思佔用大家的時間 因為畢竟我知道這件事比較屬於我自己的個人的事情 對 那佔用到這麼多的就是版面啊什麼的 其實我還蠻抱歉的 對那就是一樣還是把該做的做完 對 里長的事情當然也是要照時間做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樣子 呃怎麼講 有達到這些條件嗎 你可以幫我再講一次你的責任三個條件嗎 因為那個時候在 我記得那時候是說 是說什麼 就是 主要就是 我覺得 條件是什麼還是其次啊 就是感覺比較重要 對 因為 嗯 有點忘記了 對 因為後面就是 也是 希望以李正維優先 對 那放下公務之餘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生活 這樣子 這樣往多久 就是 對 哈哈哈哈 就容你保密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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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跟您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前置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民進黨關得了中天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